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为您播送善前方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萧雄》。 人呢,是高级都,你要对他好,他能说觉察不出来吗?尤其他们江湖这行人,最讲义当,就把任战魁给赶动过来,化干戈为玉伯,不但不是仇人,还变成了蒙兄弟。 任战魁觉着对不起张作霖,想给张作霖办点什么,弥补弥补,一看张作霖左右为难,要上三界沟吧,家属无人护诉,因此自暴奋勇,担起这个责任。 张作霖毁毫不犹豫,满口英诚,放心大胆把家属给他了,你要心存遗迹,一犹豫,对朋友不信任,那就坏了。 任战魁按条大致办了,将来这老尬子肯定了不起,做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全心全意。 保护着张作霖的家属走了,他们上赵介庙怎么安排,咱们日后再说。 孙烈臣一看什么事没了,也放了心了,本来想请张作霖再到大虎山住几天,一看张作霖事也是太多。 只好就此罢手,告诉苍二虎张之飞,说转告蒙凶杜老派,关于他请我进山入伙之事,咱们从长计议。 我呀,不爱离开我那家乡啊,一大摊子事儿,等将来咱们再商议。 好了,孙烈臣带着人家回了大虎山,现在就剩下三位,张作霖,汤二虎,张之飞。 三个人三匹马,起身赶奔三架沟,一边走着,他们能闲着吗?就闲谈。 张作霖呢,就把劲起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可怕的事儿,可笑的事儿,就跟他们俩说,说的俩人啊,听得非常入耳。 谈来谈去,谈到田庄台了,汤二虎,突然把马匹放慢了。 哎,老大大,我有件事儿问你,在江湖上风言风语,说什么,你跟那田庄台的田小凤,有点意思啊, 这,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张作霖脸一红。 我大哥,你怎么也听信谣言呢,我有家有口,我能干那种事儿? 根本无有此事。 我跟田小凤,我们两个人是蒙兄和蒙妹, 拉道,人们都说,俩男的磕头拜靶子,俩女的磕头拜甘姊妹。 你跟田小凤磕头,那不是拜天帝吗? 什么蒙兄蒙妹,那不骗人吗? 大哥,我敢对天发誓,我要欺骗你,临为不得好死, 呃,严重了,严重了。 我无非是问问。 哎,另外我再打听打听,跟着田小凤在一起的, 有个大恶人女的,叫田大丫头, 人数绰号什么叫一丈亲, 双手能打枪,体格满棒满棒的, 你跟他熟,熟啊, 那人的确有两下子, 那是田小凤的贴身保镖啊, 两个人情同姐妹, 老大大,不怕你笑话啊, 我惦记上他了, 天的丫头,啊, 他那体格,我这体格, 他那脾气,我这饼性, 他那个头,我这模样, 我觉得我们俩天生的一对啊, 但是呢, 没人给说喝, 我小的, 咱能不能拐个弯, 奔田庄台去一趟, 你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 你当个大宾宝, 给哥哥成全成全这件亲事, 哥哥绝不忘你的大恩, 一句话把张国林逗的是捧福大笑, 大哥, 您怎么不早说, 早说, 那没到实话呢, 现在说也不晚了, 哎, 老嘎大, 你能帮哥哥的忙吗? 能, 这事包在我身上, 只要大哥你有这心, 我估摸着八九不离神, 那太好了, 借你鸡严呢, 那我就交给你了, 我告诉你, 这事办不成, 我早晚, 我找你算账, 行, 你放心吧, 他俩这一说, 张自飞也凑合过来, 哎, 老嘎大, 我也求你一件事, 你跟田晓峰真没事, 没有啊, 什么关系都没有, 没有, 我们就是一性的兄妹, 真那么的, 我说, 作林啊, 我早就喜欢上那田晓峰, 听说他快三十了, 还不找人家, 你说这女人个性不个性, 另外, 田晓峰长的个儿虽然不高, 小巧玲珑, 那是霞骨, 异胆, 我最赞成这样的女人, 那扭扭捏捏的, 我还烦得我, 我, 我老干了, 如果你要给大哥提田的丫头, 能不能给我也提提, 你看那田晓峰跟我, 是不是够一顿, 张作林气得好学没乐呢, 心说张世飞呀, 你自不量力, 你瞅着你那模样的, 多少还有点豁子肚, 挺长的大脖子, 三分不像人, 七分好像鬼, 你这人除了心眼好之外, 没有优点, 那田晓峰的眼光那么高, 能看中你吗, 张作林就一皱眉, 这, 怎么了兄弟, 拉刀子, 说你这一吸气, 我明白了, 你跟田晓峰藕断丝连, 你们俩肯定有事, 不然的话, 你不能这么表现, 哎, 我张德哥, 这你可错疑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恐怕, 被田晓峰拨了面子, 那个人的确性情古怪, 而且挑剔也非常大, 这事要提出去, 将给端回来, 对你对我是不是都不好看, 哎, 一家是百家球嘛, 他愿意就愿意, 他不愿意就拉倒呗, 全在兄弟里一句话了, 那田晓峰拿你当亲和, 你在他面前微信最高, 你要给我每言几句呢, 我觉得这事儿差不多了, 兄弟, 哥哥求你了, 张哥林看他死气白赖的, 非得这么办不可, 又不好说别的, 好吧, 既然这样, 你们两个人的婚事全包我身上, 哎, 咱哥说明白啊, 试试看, 成了别高兴, 不成便恼怒, 只要你刚才说这话对线就行, 的确一家女百家球, 行不行, 哎, 行啦, 兄弟, 包在女身上, 哎呀, 俩人高了性了, 那坐林三就先别急于上三结沟, 也不在这一天半天的, 咱拐个弯, 奔田庄台,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我们就放得心了, 张作离万般无奈, 让两个蘑菇头给磨住了, 拐弯奔田庄台, 说这话离田庄台还挺远的, 正走的一条�도上, 就听见不远的地方,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别人跑了噔噔噔, 人犯有音, 哎, 哪想想, 这怎么回事, 听听这声音呢, 就在眼前 他们三个人三匹马上 登高一望 往下走一看看清楚 在前面跑着两匹马 这两匹大黑马 四踢楼开 就差飞了 马上坐俩女人 劈头散发 每人手中都提着双枪 马往前面跑 他们往身后射击 可以说 弹不虚发 枪响 就得打下一个去 再后边跟着四五十匹马 马上坐下都是小伙子 有提大枪的 有端着手枪的 再后都追赶这俩女人 尽管有人不断的倒下去 但是他们仍然是紧追不舍 张作霖眼尖 哎哟 认出来了 前面那两个女人 一个是田小凤 一个是他的撇身保镖 撇的丫头 就是唐二虎和张志飞 提着爱上的那两个女人 后边这帮匪徒是哪的 不清楚 张作霖赶紧跟唐二虎张志飞一批 两人眼睛冒火 哎哟 谁他妈胆大包天 敢伤我们的心上人 老嘎子 别说了杀 三个人五颗枪 冲下山坡 斜次里就下了家伙 你想那唐二虎和张志飞 那都是多少年的土匪 净白弄枪 那杀人连奔都不打 何况这是特殊情况 把大肚盒子一甩 这家肥徒可乱得套了 一下撂上一十几个 他们不敢再追 为首就圈转马头 是望风而逃 一下把肥徒给杀散了 他的三匹马追上田小凤和田的丫头 张作霖就喊 妹妹 站住是我 我是张老嘎子张作霖 哎呀 田小凤回过头来 一看是张作霖 软座一摊泥 枪也落地了 人也从马上鼓了下去了 田的丫头空虫也拴起去了 好像三层楼 扔下个大行李 把尘土砸起多高来 因为这位二百多斤 那体格像牛色的 张作霖三个人催马赶到 甩凳飘下坐骑 把俩女人搀扰起来 你田小凤不扶持光盛喘了 好半天啊 他缓过这口气了 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 大哥 我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呜呜哭开了 张作霖像爱惜小妹妹似的 一般拍着她的头领 一边劝她 小松 小松 别哭别哭 怎么了 田庄台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跟我说说 田的丫头 在这也站起来了 活动活动筋骨 看了看张作霖和唐二五 张思飞 不认得他们俩 老高的 那是谁 我的好朋友 三介沟的 唐玉林 唐玉林就是唐二五 这位叫张世飞 那不是外人了 老嘎子 你让小凤跟你说说吧 田庄台出事了 是吗 妹妹 出什么事了 一言难尽 咱们得到边说去吧 把五匹马 拴到树上 找了个背风的地方 张思飞提枪放哨 田小凤一五一十 讲说一遍 张作霖听完是摇碎钢牙呀 什么原因呢 过了营口大石桥 往前走 是太平山 这个太平山有个柳子 这帮柳子的大头目 叫金兽山 也不是从哪论的 都把他叫金三爷 那咱辽南也是有一号 金兽山还救过张作霖 前文书咱讲过 帮张作霖的忙 还派了二十个弟兄 二十条枪 张作霖为此 对金兽山是感恩戴德 处得不错 这事就出在金兽山身上 前些日子 金兽山五十大寿 为了折腾折腾 撒请帖传请箭 方圆百八十里地的朋友 请的不少 从中呢 他也往田庄台送了请帖 聘请 田玉本和田小凤 让这兄妹前去敷衍 这不陆林的交情嘛 都处得不错 尤其跟他最近的 就天庄台的柳子 那么田玉本 接着请帖之后 没犹豫 跟妹子一商议 咱们哥俩一块去 田小凤不去 小凤说 我就瞅这姓金的 不地道 五十来岁了 最没出息 他最不地道的地方 专门玩弄女人 我跟他见面不是一次 我觉得此人眼神不定 闲得要命 在女人身上爱打主意 我一见他浑身上下 起鸡皮疙瘩 哥哥要去你去 我不去 哎 妹妹你呀个性 你看人家下了两份情贴 只明点性让咱哥俩参加 你不去我怎么说呢 你就说我病了 或者说田庄才的事太多 咱们两个当仇的 不能一块去 让我在家看价 不就得了吗 好吧 就怕姓金的挑礼啊 你不去就不去吧 田小凤田的丫头没去 田玉本呢 带了四个炮手 带着黄金大烟 之前的礼物 无匹马赶奔太平山 等见着金寿山之后 金寿山是热情捆带 大哥长大哥短的 他往后一看 田小凤没来 金寿山就问 怎么我妹妹没来呢 最近田庄台啊 有吉比买卖要做 家里的事太多 实难分身 你说我们哥俩要都来啊 家里一大摊事 教的谁呢 万般无奈 小凤看家手摊 我来了 啊啊啊啊 好好好 哎呀 大哥在百忙之中 还能到太平山来 我呀 非常非常高兴 感恩不尽 感恩不尽啊 往里请往里请吧 白天吃吃喝喝 不在话下 到了晚上 金寿山单独的来拜会田玉本 田玉本呢 嗜好特别重 我也从洞山上哪去 大秧高的带足了 一会儿不抽 他也难受 金寿山进屋的时候 一看田玉本 倒在炕上 那滋溜滋溜 正抽鸦片 他让其他的人退出去 在这也陪着他吸鸦片 抽个不得零了 也过来演了 喝着茶水 在这弹心 金寿山一乐 我大哥 这次小弟 借着五十大寿的机会 想跟您见见面 有件事跟您说说 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兄弟有话说吧 咱弟兄不分彼此 有什么难言之处呢 讲吧 什么事 你知道 你的五弟妹 五弟妹是谁 金寿山第五个老婆 五弟妹 他妈在里面 跟人跑了 现在我呢 空房毒手 我这心啊 挺难过挺难过的 你说人生一世 图个什么呢 吃喝玩乐 要不为贪图这个 咱们弟兄 能干这一行吗 脑袋也在裤腰带上 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 因此就得好 痛快痛快 什么事 也要他一个心满意足 不怕哥哥你挑理 我看上我妹子田小范 我今天才五十 小范快三十了 也就差二十多岁吧 也不算大 真要你把妹子嫁给我 咱们田庄台跟太平山连身手 两方面的柳子合在一起 五六百人 可以说威震 辽南是天下无敌 什么都里三兔老畔 风铃河 张景辉 不在话下 我打算 怎么办 不知道大哥能不能上脸 他们拍摄 田玉本一咧嘴 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妹子能跟你 你怎么喝起来 真想骂他一顿 但是在人家家里头 又不能过分 田玉本把火往去压了压 一翻身坐起来 我说老弟啊 一家女百家秋 你看上我妹子 我脸上也叫着光荣 不过呢 我妹妹是个什么脾气 你也有耳闻 那小凤不是人脾气 张嘴就骂 杨手就打 灯眼就宰活人 你看我是他哥哥 有时候我都得让他五分 他上了驴脾气 连我都骂 也不分场合地点 那是个爷丫头 谁要 老弟啊 你死了这份心 我乐意 他也不能乐意 大哥 冲你这么一说 你不乐意 咱见得我不乐意 你肯定不乐意 要乐意的话 你不能这么说 怎么 你妹子 没给我取了 她的材料了 当然 她是有个性 我也有个性 那怕什么呢 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 现在我先不问小凤 我就问你 你乐意不乐意吧 咱们明人不做暗示 大给天窗说亮话 贤欲稳 那也是大胡子头 他一听金兽山说这话 就有点生气 好 现在我就答复你 咱哥俩过命的交情 什么事都行 唯独这事 不行 我不愿意 这一句话出口 就见金兽山 也没得力气 顿时凶向毕露 哦 哈哈哈哈 你不是不乐意吗 不乐意 好嘞 大哥来一回 年纪也不小了 安马劳顿 你先别着急回天窗台 小弟给你安排了住处 您呢 在这休息几天 来呀 田玉本一听干什么 你想对我瞎家伙 刚要掏钱 扶兵四起 外边闯进 你少人来 把田玉本包围 把手枪给下下去 田玉本再往外一看 带来那四个炮手 全被人搅了借了 这才知道金兽山 事先有所准备 哎呀姓金的 你好不仗义 你想干什么 大哥 对不起 我就想娶你妹子 就想跟你们结个亲 你到什么时候 也是我哥哥 我对你绝不能亏待 但是 你必须得应亲 不应亲 你就永远住在我的太平山 压 把田玉本 压到后边的空房 告诉手下人 好吃好喝 不准亏待 但有一样 不许叫他抽大烟 不许叫他抽麻飞 要这个他掐了 可要了命了 比翻案还主要 田玉本啊 那嗜好太重了 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 叫他难受 他一受折磨一难受 他就答应这婚事 折磨他 这金兽山这小的手段也够残忍的 这还不说 他把田玉本带的四大炮头叫上来 说咱们无怨无仇 我不能要你们的命 但是你们四个当中 哪个愿为我办事 我必有助长 最后他软硬兼施 有一个胆小的 说我愿意给金业办事 三爷您说吧 就要干什么 好 把他们三位先带下去 也不准亏待啊 那三个压下去 留下一个 就跟这个说 麻烦你七块马赶奔天装台 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 你就说 他哥哥田玉本到太平山来 突然得了暴力 让他速来太平山看吗 事情办成了 我必有重赏 哎 这个人回去送信 田小范 才落入虎口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